好 來 我們回來了 最後最後 我們把這個 遊戲理論 做一個說明 我們剛剛前面講了 體育的起源 對不對 有兩個方向 一般來講 然後有一般 就是認為是從這個 休閒活動演變而來 形成體育 還有另外一個論點 是認為 體育的演變是從遊戲 遊戲而來 那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六個單元 遊戲理論的觀點 其實前面講的這兩位 學者 懷金格跟Maurice 他們都曾經提過 人類的文化形成 無一不是來自於遊戲 那基本上懷金格講的這句話 讓大家的 為後世的見解 就是認為他這個是講 遊戲精神的一個體現 所以我們人類所有的文化形成 都是因為有遊戲 那遊戲不管是自己本身 或者是看著別人參與 那Maurice也講說這個人類的一切 起源於遊戲 你要成為一個人類 你就必須要會遊戲 所以其實我們 Maurice的觀點是從這個 人類學的一個演變來講 就是你從一出生 可能我們在剛出生的時候 能夠做的這些動作啊 或者是行為啊是比較少 但是因為我們有這樣子想要去 讓它形成一個遊戲的一個特質 我們才會去做這些事情 那Even說 慢慢的我們大了 就成年了之後 我們做的很多的事情本身 也是因為 怎麼樣 我們想要參與這個遊戲 他的一個對人類演性的一個認知是這樣的 所以起源於遊戲 那在這邊 托基爾森 他把這個遊戲的意涵 定義整合為什麼 這一段很重要 如果你能夠背得起來 這蠻難的啦 大概 其實我也不是很喜歡叫人家被 東西或是被定義這些 可是 基本上你要能夠用你的話 把它說明得很清楚 那 很多時候就是各位的這個 關鍵字夠不夠多 你在這一段的敘述 或是在這一段名詞解釋裡面 然後你能夠丟出很多的關鍵字 讓評越的老師覺得 這個 這個 你的 言詞 言語表達 文字的表達是OK的 這樣就好 好不好 你不用就是 巨細迷移 一字不漏的把它寫出來 背出來 那是不可憐 當然 對一些非常重要的名詞而言 有可能你多念了幾次 然後熟悉 那就 會能夠拿到比較好的分數 好 那遊戲 在這個 托基爾森它的一個定義裡面 是一個活動 那不管是心智的 或是體能的 被動的 或是主動的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不同的面向 對不對 然後再來 它是一個自由從事的一個內發性 自動自發的 那有這個 包含了有樂趣又沒有目的性啊 這些等等的 基本上 因為我們人類在滿足了這些 所謂的生存的必須條件 生存必須條件有什麼 陽光 空氣 水 食物 對不對 還有現在大家很喜歡賺錢 滿足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去想了 我該擁有的都擁有了啊 我還能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這個慾望就 油然而生 那 透過我們創造出的這個遊戲 那就得到了解放 喔 我有這些閒暇的時間 對不對 我都其他的 其他的這些物質 或是階段都已經滿足了 那我就去參與這個遊戲 從中獲得什麼一些體驗 然後呢 能夠增加一些樂趣 然後慢慢的 開始去思考遊戲的目的 那 包括要去 你要規劃什麼樣的方法 就是我們後來講這些規則 對不對 然後 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器物 然後能夠在什麼樣的場域 去執行 去完成 那他的條件有什麼 在從無秩序中 慢慢建立的規則 然後從野蠻到文明 體育 才因應而生 這個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例子 在這個 我們前面有講到古希臘的時候辦這個 古代奧運 那個時候有一個 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體育活動叫摔腳 也是一個競技運動對不對 貼身 然後高促身性 然後這個 好像現在大家都把 觀賞 欣賞 這個摔腳的一個過程 當成一個很好的休閒活動 那個是現在的摔腳已經在 非常文明的一個狀態下去進行 然後大家對於這種就是 季節類的一個過程 然後看這個 肢體之間的一些 接觸或是動作能夠感到一些樂趣 以前在古希臘時代的摔腳長什麼樣子各位 相當的恐怖 整個過程裡面它只有一條規則 一條規則叫做 不能用牙齒啃咬別人 你說蛤 老師 這是什麼意思 牙齒是當時他們認為 就是人類最硬的地方 最堅硬的部位 你如果能夠想像 然後用牙齒去把別人的這個 肌肉撕咬下來的情況 我想到我就覺得不寒而栗對不對 好所以他就明定了這一條是禁止的行為 結果你知道嗎 人真的是多野蠻多可怕 他們發現 那你沒有規定我去挖他的眼珠子啊 你沒有規定我對不對 可以去把他的一些 關節骨骼去做一些不同角度的處理啊 我盡可能的用比較 沒有那麼血淋淋的文字來敘述 你知道那個有多野蠻到什麼程度 大家用想像的就好 好不好 所以我每次講到這一段 我都會覺得不寒而栗 以前是這麼的一個野蠻的狀態 慢慢隨著這個時代的演變 文明的一個進步提升 然後呢體育就因應而生了 最後成為學校教育的內容 所以從這個身體運動的一個發展型態來看 它其實不是一個直線性的進行 那而是一個經歷了許多分歧轉變跟衝突 我們講說一個直線性的發展對不對 從古時候到現代 這是叫做直線性 然後慢慢的去堆疊它的一些歷程 增加它的一些包括規則精神啊 包括一些器物的眼鏡 但是以體育的發展而言的話 是怎麼樣 從古時候 可能我到這邊 有了一個分支 然後呢 我在這個分支經歷了傳了其他的國家之後 我又變成三種不太一樣的形態 然後呢這邊可能繼續一條線 又到了這個現代的階段 我又變成兩條 然後呢這三隻就發展穩定 我實在是沒有什麼畫圖的天分 各位不要怪我 好不好 這個是大概體育各項的各種的運動項目 它在發展的一個型態而已 然後它的意思是這樣 那接著我們來看遊戲的一些特性跟範疇 好 這個單元非常重要 為什麼非常重要 我們先來跳一下看看 最後一頁 第八頁 好第八頁 來 我每一張都有整理這些考古題 讓各位去做參考 就是跟這一個章節裡面有相關的題目 它的題型會有哪一些 那你可能遇到什麼樣的考題 那你也可以在這個 每一章結束之後 你可以自己選幾題 然後做一些練習 都是跟我們章節相關的內容 來看今年 今年111年高考三級 考了淮金閣跟凱蛙 這個從來沒考過的東西 今年突然考了 所以真的 現在其實大概近五年來的 這個體育原理的題目是非常活 而且範圍真的非常難抓的 結果各位 今年非常有一點點的反常 今年考的四題裡面 全部都是我們講義裡面 教過的東西 好 所以這個就是怎麼樣 看你有沒有熟讀而已 你熟讀 然後能夠 敘述的條理非常清楚 言之有誤 你就容易獲得高分 我還沒有去查啦 但是我 估計今年的體育原理的分數 應該是最近幾年來 平均分數會是最高 過去幾年大概你能夠拿到60分左右 基本上你就可以錄取囉 以我們體育原理這一科來講 但我看完今年的題目 我真的覺得 對各位來講應該是 a piece of cake 對不對 像一塊餅乾一樣 來 他這邊 今年考的 懷經閣對跟凱瓜的 特性的 對遊戲特性的看法 這邊12分 後面這個 分析 凱瓜遊戲四個範疇 這邊後面13分 所以大概是一半一半啦 這個 分數我大概漏掉 這邊記得助記一下13分 基本上我們每一題都是25分 配分都是25分 那以這個 及格60分來講的話 你等於是每一題能夠拿到大概15分 就算是蠻高的分數 那 當然如果你能夠更言之有誤 然後舉例得當 maybe你一題可以拿到17 8分 那 我還比較少就是 看到能拿20分以上的一些 解答的一個狀況啦 所以這個讓大家大概有一個概念去參考一下 好 來回來我們第五頁 所以為什麼我講說第七個部分 這邊非常重要 就是因為今年考過才重要 那你說欸老師 今年考過了表示明年不會再考 真的嗎 根據我們這個 歷屆考古題的一個脈絡 脈絡 我們只能講說 一模一樣的題目 比較難隔年再考 但如果是一個這種概念 尤其像我們體育園裡很多都是這種概念性的問題 那或是要考你這個 相關的一些輪廓框架的東西 還是有可能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這個部分 遊戲的特性跟範圓框架要能夠守堵 要能夠守堵 我們首先來從這個 懷金閣跟凱蛙 他們從文化的觀點來了解遊戲的特性跟範圖 基本上都是 他們兩位都是把遊戲的這個 特性分成六點 那只是在用字上不太一樣 自由性 兩個都一樣 對不對 那第二個懷金閣他講的 非日常性 凱蛙 则是把它說明成叫做虛構性 再來 時空限制也都一樣 然後 規則 懷金閣是講規則限制 他多了限制 那 凱蛙是只有講規則性 下一页 怀津阁讲的紧张 就是凯蛙说的不确定性 最后怀津阁说的无厉害性 也就是凯蛙讲的非生产性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六点基本上不难记 这六个专有名词尽可能的记得起来 重点再来了后面的这个特质的部分 特质的部分 因为这个叙述真的不容易完全背起来 但你大概要了解 所谓的自由性就是怎么样 身心无拘无束的状态 然后跟自我 我自己可以选择的一个自由 我的自由度大概是这样 可以取决于自我 有没有发现这跟什么 休闲活动成立的条件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取决自我 所以其实 为什么人家说体育的起源 有这两个面向 有这两个理论 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重复性很高 因为休闲活动跟游戏 他们有很多特质是大同小异 那只是在说明上 或者是说在大家的一个认知上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OK 所以大概会有这两个方向来做 这个体育起源的一个论点 再来第二个是非日常性 跟虚构性 因为游戏的世界 跟实际生活的世界不同 虽然进行游戏的人都是谁 你 对不对 人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真实存在的 但是我透过人体去进行一个什么 不存在的 或是虚构的 假设性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所谓的非日常性 因为它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 那我们又必须把它怎么样 演得很像 因为我投入在这个活动里面 在这个游戏之中 我必须要把我扮演的角色或是立场 诠释的很到位 我必须全心全意的投入 再来第三个是这个所谓的时空限制性 因为必须在同样的空间内进行 有人说老师 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科技非常发达 我们打手游或是线上游戏 对不起你坐在这里 台湾台北 ROC 我坐在USA 我们在玩一样的游戏 这样哪有一样的时空 各位如果我们就狭义一点的认知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这边把它做一个广义的解释的话 我们两个在玩同一款游戏 是不是会在同一个平台上 有人就要讲说 老师没有我伺服器不一样 大家不要去把它 有时候不要那么钻牛脚尖 好不好 大家去想要想得太复杂 他们要强调的就是什么 我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空间之下 进行同样的一个游戏体验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时空限制 再来规则 规则的部分一定有它的一些 每一个不同的游戏 都会有它进行的一些程序 或者是这个规范 那受到这些规则的限制 那当然游戏的人也可以自定规则 那别的这个参与者也必须要共同遵守 就是所以其实这个规则是必须什么 是一个很popular 就是大家都要能够理解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哇尤其像我们运动项目 其实跟游戏很像 那个裁判真的是很难当 裁判对规则的认知 因为他要做出宣判 要判决 是这个样子 可是A对他觉得是这样子 B对他觉得是这样子 观众他又有他自己的想法意见要介入 真的是很难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台湾现在 我刚刚讲说职业篮球在发展的历程里面 会遇到比较大的一些考验 为了不让我今天讲不完 所以我还是把它留着后面再讲 规则的部分 重点要维持是怎么样 游戏的公平进行 再来我们看第五个 紧张性跟不确定性 怀金格讲的紧张 因为在过程里面 你不知道输赢 你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你不知道你的partner 或是你的对手 会给你什么样的反应 这样可以理解吗 那在凯蛙讲的这个就是 不确定 你无法预知这个结果 所以以前发生过 我们的历史比较久远的中华职棒 发生过几次打甲球的案件 事件 那这个就是 在还没有打之前 大家就已经知道结果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游戏的形态 那如果大家都在游戏进行前 就已经知道游戏结果了 我们还能享受游戏过程中的乐趣吗 基本上就很难 很难 那这个 就是牵涉到赌博啦 然后牵涉到很多既得利益者的一些问题啦 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大家都可以 很干净的 很公平公正公开的去参与这个 竞技运动或游戏 对不对 好 最后 无厉害 然后凯蛙讲的叫做非生产 为什么说无厉害 因为我在玩游戏本身就是我的目的啊 在这个过程就是我的目的要获得喜乐 对不对 也不是追求任何生命的必需品 所以也没有存在什么厉害的关系 那凯蛙讲的所谓叫做非生产是说 我们在这个游戏从开始到结束 没有任何的产出 没有产出 除了我们 就是有形的东西啦 除了我们自己内心的欢愉或是 这个完满的一个状态之外 所以他追求的是什么 精神的惆怅 但不是物质上的 或是这些实际的惆怅 那有人说老师 不对 我今天去玩这个百家乐 21点假设我去赌场 我压了100块下去 结果庄家赢 庄家把我的钱收走 所以庄家生产了100块 我损失了100块 这样不对 我们先讲说撇开赌博这个行为是不震荡 或者是说可能 倾家荡产或什么是不好的一个状态 我们其实中国人或是华人 传统都会讲小赌遗情 对不对 如果是为了增加这个游戏体验 然后用一些大家都能够接受负担得起的一些 不管物质或是金钱也好 当做什么赌注 就提高了这个整个乐趣 有没有 所以你看 今年这个世界杯又要来了 世界杯足球赛 哇 台湾人一向都是一个很不会看足球的国家呀 我以我们长久的历史发展来讲 对不对 偏偏每年到了世主的时候 真的是一头乐 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风靡 这个时候跟得上全世界的潮流 真的是不容易 为了就是什么 因为我有下注 我有去买运彩 对不对 好 我们回到本身 我们刚刚庄家跟闲家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有生产任何的酬劳吗 其实没有喔 你想想看喔 你损失了100块 他增加了100块 对不对 但是你们两个人 其实并没有生产出任何其他的东西 多的 假设啦 假设你今天带着100块进去这个赌场 你如果出来之后 变成你是零 赌场是多了100块的收入 对不对 但你们两个人相加总和还是100块啊 不会说你今天 带了100块进去 你带500块出来 然后呢 赌场没有损失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他有损失了400块 再加上你自己原本的100块 所以 你们两个相加 还是500块啊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没有额外生产喔 我没有让我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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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或是金钱 其他就从别的地方加进来这样子 可以理解吗 OK 好 所以这个是 淮金港和凯瓦 他们对游戏特质的这六大 这六大他们的特质的这个定义 有这六种 好 看一下 揭晓这是后面 一之三 表一之三的下面这边 这个考试它独立出一题啦 所以你能够写得越详尽当然越好 凯瓦的游戏的论述 主要在这个游戏语人这本书中 那他其实是蛮就是 批评这个淮金格的 淮金格在当初只有重视这个 说明游戏的形式 所以其实凯瓦是批判他的 然后觉得说应该要把什么 游戏加以分类 好 这样可以吗 他大概分成了这四大类 来看一下我们下面 第一个叫做竞争性 以个人为对象 然后跟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资质 为对象 然后有一个敌对的关系 然后在这个环境中 没有外力介入或协助 那主要是要怎么样 建立自我表现超越对手 所以我们基本上所有的竞技运动 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前提 都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那所以这个游戏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要靠作弊 或是有任何的外力的行为 那我们自己来分出一个胜负吧 一决胜负这样 再来第二个是机运性 就是他不管我或别人 任何的外在因素都没有办法影响 完全取决于什么 运气或是偶然性的一个均等条件 比方讲 比方讲 我们去那个 银枪杯那边 拌那个 西八道 有没有 台湾人最喜欢玩那个骰子 骰子骰下去 他会跳到哪一面 对不对 完全是什么 运气 你没办法控制 除非 银枪杯啊 骰子有贯牵嘛 但是当然就是作弊行为嘛 所以完全取决于运气的 或是 玩那个轮盘啊 有很多的游戏 很多的游戏都完全是怎么样 取决运气 你说 那运动呢 运动有没有什么 情况下取决运气 有啊 当你在安排单淘汰赛制 大家一开始要抽签的时候 我的签运 是不是决定了我的对手 跟我有没有竞争的机会 对不对 我今天如果遇到抽签 抽到一个我比较 我自己觉得 我可以赢他的机会 比较大的对手 在正式场上竞技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能够增加 提升自己获胜的机率或信心 当然 所以这个 机运性 诶 讲到我们 运动项目好像也没问题 对不对 没毛病 好来我们再看下去 第三个模拟性 你要 偽装或是用一个虚构的角色扮演 在这个一连串的表演型态中 你又要相信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幻想 对不对 的自我是现实的自我 这个就是前面 其实在特性的部分有讲过 这个非日常性 对不对 非日常性或是这个所谓的虚构性 一样的概念 就是这个模拟性 诶 在我们 运动的话 我们游戏大家比较能够理解 对不对 运动有没有这样的过程 比较难想像 对不对 但是诶 我们的运动 其实如果把它 现在就是比较广义的解释 各位知道电竞 游戏 电竞 电竞已经成为运动项目 是 我现在讲的都是说 如果你要举例 如果你要举例说 诶 从这个凯蛙游戏的这个 分类的这个论述 要如何跟运动做一个相对应的连结 你要能够说明的出来 这样 所以从电竞的角色或立场就比较容易 对不对 或的是什么 一些奇异类的 奇异类 诶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城堡啊 可以去这样杀掉敌人 不是啊 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马可以走斜的 那个叫马走日 向走田 对不对 诶 不是嘛 但是我用这样子的一个模拟的形态 来 来这个作为一个两军交战的一个过程 好 最后 暈眩 暈眩就是怎么样 不管 周遭现实的环境 那追求进入这个暈眩状态里面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包括竞速 竞速的过程 如果各位没有飙过车应该 比较难体会 比较难体会 因为像我就很难体会 好 呃 大怒神 大家如果有做过的话 应该 上去到最高点 哇 突然下来那个 可能类似高峰弹跳 好 的状态 好 可能有一个时间 你是突然 呃 精神上 或是所谓的灵魂上 是会比较空的一个状态 好 就是那个一刹那间 那一刹那间 那 追求的就是那个什么 刹那间的一个刺激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暈眩性 好不好 好 好 来开挖这四个游 这个 呃 游戏的范畴 我们要怎么样去记忆 好 我们可以看到图 一之一的部分 好 大概可以把它分成四个象限 好 四个象限 那象限 越往上 就是 你要的意志 好 是很清楚的 好 比方说对规则是非常熟人的 好 然后 或是你的意识是非常肯定的 明确的 好 那象限 这个这个 往下的话 好 就是去意志 好 好 那再来往左的话 就是规则 往右 就是去规则 OK 好 所以我们这四个象限看起来 第一个就是什么 我要同时拥有明确的规则 又要能够拥有清楚的意志 自我的意识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什么 竞争性游戏 好 然后呢 第二个是 诶我的规则明确 可是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 完全我没有办法操控 对不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 机运性的游戏 好 好 再来三的话呢 我的意志很清楚 我要 替代的人 或者是我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是很明确的 可是 没有一定的明确的规则 好 这个就是 模拟性 最后 最后 没有什么规则啦 好 我也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我在哪 好 好 我就是单纯享受那个短暂的一个 呃 快感 好 或是一个 暈眩感的极致 好 所以这个就叫做 暈眩性的游戏 在 呃 如果啦 好 如果你的文字记忆能力 没有那么强 好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有时候 呃 试着用这个 图表的方式 好 就是 maybe你在 像我们前面画的这个 呃 关系图嘛 对不对 从劳动 然后到休闲 跟游戏 然后到体育 然后到健康 这 关系图的一个相对关系 好 那像这个 四个象限 也是常常是一个 很好记忆的一个方式 好 只是你的那个 呃 横轴跟重轴要 要搞清楚啦 齁 不要搞混掉就好 这样 好不好 好 来最后一页 我们看 近代体育的行程 好 这边的重点在于什么 从18世纪后 近代体育 对不对 不管是因为 休闲活动 或是游戏 他的日积月累 好他整个积累的过程 演变成了什么 体育 体育活动的发展 到了 近代 就会变成什么 近代体育 好 所以 18世纪之后 各位非常重要的是叫做 德国 好 如果我们在讲 近代体育史的话 德国一定是一个 呃 最常被 提及的国家 好 因为他等于是整个 近代体育的 发展的一个 滥商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其中包括这个 顾兹姆斯啊 好 杨氏啊 斯比茨的这些 呃 专家学者 呃 顾兹姆斯 尤其重要 因为他被尊称为 德国体育之父 好 从 这个 我们后面应该会提到啦 这个 呃 犯爱学校里面 然后开始 演进 到成为这个 呃 学校里面的课程 然后演进成整个体育的 发展 顾兹姆斯他在历史上是有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好 这样可以吗 那另外这个 什么林氏啊 啊 杨氏啊 林氏啊 其实也有林氏 这边没写到 那主要是以什么 gymnastic作为这个身体运动 gymnastic叫做体操 在当时 所有的体育 都被称之为体操 好 体操跟各位现在想的 你现在想到的那些什么 安玛王子 对不对 很厉害的 然后那个 吊环啊 什么双杠高低杠 那个 不一样哦 那个是我们 现在对于体操 他的一些像 细项目的分类 在当时18世纪的时候 体操就泛指所有的 physical education 就是体育的代名词 好 那 在这个体育演变 文明化的过程里面 要如何 依据这个形态 依据目的的不同 把它加以 规划设计组织 那并且 以一个适当的方法 然后经过这个程序 满足一个目标 好 所以 身体运动的目的化 我 为什么 我的身体 做这个动作 要达到 什么样的目的 是 形成什么 体育的一个起点 好 体育的起源 来自于他 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呢 体育才开始成为 教育的一环 成为从教育的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 提到 对不对 体育 从学校体育开始之后 然后才慢慢涵盖了 包括未来 后面的社会体育 好 好 然后 我们再来看 最后 这边 这边 文字叙述的地方 各位看一下就好 从这个各项 竞技运动组织 在1845年 1845年的时候 史上第一个 国际 体育 运动 相关的组织 叫做 美国棒球协会 美国棒球协会成立 然后呢 之后 哇 就如雨后春笋般的 大家都纷纷斩肉头脚 这样 那更促成了怎么样 1896年首届的这个 近代奥运的举办 近代奥运的一个 第一届 就是1896年 那当时是有这个所谓的 现代奥运之父 就是一个古博坦爵士 他在1894年的时候 在世界各地奔走 世界各地 然后在 邀集世界各地的这些 所谓体育相关的 专家学者 然后在 1894年的时候 就在这个希腊召开这个会议 那 当时后来就邀集 对不对 各国嘛 各国都有人参加 然后就邀集大家说 好我们就1896年 在这个 古代奥运的发源地 也就是希腊 来成立第一届的奥运 这个 故事大概是这样演变 所以 古博坦被称为 现代奥运之父 那 近代运动的发展 大概又可以分成 这下面四个要素 社会背景 主要是我们 从过去封建时代 演变到什么 民主社会 休闲已经 这个破除了 有闲阶级论的一个 概念跟论调之后 然后慢慢的人人皆可以从事体育运动 所以这个体育成为大家共享的一个权利 第二个是身体教育的重视 这个其实就牵涉到一位学者 英国的学者 Spinstein 他在1860年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三欲论 三欲 三种教育的形态 叫做三欲 那他体道包括什么 治愈 德欲 以及最后一个我们才知道的体欲 跟我们现在讲说什么 五欲并重 德智体群美 其实怎么样 德智体 涵盖在这三个 涵盖在这五欲之中 但是最初最初 Spinstein他提出来的是 这三个人在学习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来第三个 就是女性意识的抬头 女性主义 其实一直到了1960年代左右 才真正的就是茁壮 应该说萌芽 茁壮 然后就是发展 然后到现代已经 真的女权是非常受到的重视 而且尤其大家可能不知道 台湾是 算是在世界各国先进国家里面 非常 我记得我那天看了一个paper 是排名前几的一个状态 台湾现在的社会 好像跟我们传统的一些认知 有一点落差 那不过台湾在女权的这一块 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 可以跟世界的列强相提并论 那 其实他主要一开始是在这个 1820年的这个瑞士体育之父 今天都是一些父亲辈 就是对于这个东西 它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然后能够让后人所景仰流传的 瑞士体育之父克里亚斯 他在当时出版了一本作品 叫做女子美容体育论 女子 大家看到女子就知道是针对女性 对不对 美容 所有的女性 大家就一定迫不及待的去看看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把体育 结合在内 所以这三个元素 女子 美容体育论 开始让女性的意识抬头 过去其实熟知历史 知道女性其实是非常被被压抑 然后被限制 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做的 但是 当大家 当这个瑞士体育之父开始提倡 体育对于女子美容的重要性 这些相关论述之后 女性的这个意识才开始逐渐的抬头 可以吗 最后 是因为军事训练 其实 这个我们应该是在下一章 会有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主要是因为 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标号好像跑掉了 1234 这个应该是4 军事训练的需求 这个是近代体育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大家知道 德国是 他们是日耳曼民族 那德国位于中欧的部分 它四周也没有什么天然的屏障 譬如说 法国那边有那个什么 碧里牛斯山 牛斯山 什么喜马拉雅山 这个叫做天然屏障 或是跟海 有一些做一些区隔 德国没有嘛 所以它又是日耳曼民族 日耳曼民族非常怎么样 好战 对不对 大家知道就从小就是爱打打杀杀 当然这个是克兰印象 不要把他当真的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关系 他们认为我们一定要发展军事 然后呢 军事体操成为那个时候 德国率先 打响口号 的这个体育的一个起源 所以呢近代体育 为什么会说跟 军事训练息息相关 你要让一个 一个一个军队 对不对 强盛 跟你的手下的这些阿兵哥的体能 对不对 甚至说这个 操枪术 敏捷性 爆发力等等 有没有相关性 当然有 这样可以理解吗 尤其在那样子的一个 时空背景之下 所以这四点 就是我们近代体育 体育发展的主要的要素 好 我们第一章 都是这些比较 概论性的东西 主要让大家对体育的起源 有一些基础的 了解跟认知 那其实前面这些都是属于 比较有一些 学说性的东西 或是概论性的东西 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枯燥 所以我比较习惯用一些 这个举例的方式 然后或是在这个 画一些流程图的 图像记忆的方式 让大家去尽可能的理解 好不好 所以我建议各位 在回去练习的时候 也可以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去 把这些内容 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